嗨,大家好,又来到我们庄子盖说的第二支影片 那上一次我们讲到了逍遥游 那这一支影片呢,主要就是要来讲庄子思想当中 也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奇物论 那奇物论呢,我们给它一个标题叫做 平等精神与破除自我中心的格局 就是你要能够平等,能够破除自我中心 那我们谈到奇物论的时候,其实好像会有两个内涵 有学者会认为是奇物之论 又有人认为是奇物论 那如果你就是,你把它看成是两个其实都有的话 那其实在这篇文章里面,它的确两个概念 我觉得它都有包含进去 那第一个,如果是谈奇物之论 其实就是谈万物的平等 就是奇物的论,论奇物,论万物平等 所以它其实也是有万物平等的概念 那如果你把它解释成奇诸物论 就是奇,然后呢,物论 就是人跟物之论平等观 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说 历年来其实很多人会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我觉得两个其实都会包含在这个文章里面 那历来呢,会认为说这篇是庄子思想当中 非常丰富的一篇,也比较难掌握 那历代对于奇物论的注释啊 跟说解在庄学之中也非常非常的可观哦 好,那我们就来看 那到底奇物论这篇文章到底它想要谈什么 那它提到说呢,庄子透过 奇物论意图要消解 人类对于世俗价值的盲从跟执着 也就是说人好像都会被一些世俗的价值给困住 然后呢,就会觉得说 好像我一定要怎么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人 就是你会被定位,或者你会被标准化 或者你可能会被有一些框架给限制住了 所以呢,他就说 奇物论其实是要去消解人类对于世俗价值的盲从跟执着 他也试图去解开如墨之是非等各种是非对立的一种学说论辩 也就是说,当时可能有很多的学说 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 就会有不同的一个辩证 对不对 那可是庄子你就会发现说 他可能不特别去对于各种价值高低 或学说议论去做恒定的议论或批判 他其实会,他反而认为这会越来越复杂 就讲不清楚 所以他认为所有质变的关键在于造之以天 就是动彻价值与学说彼此之间既相异又相生的道理 才能够消变跟亡变 才能够去不谈这件事情 那所以他也认为说 因为所有辩论的争端 其实都来自于人类对于自我的诚信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某一些成见 或者某一些执着 那每一个学派的学说 其实他的对他们自己所要追求的那种终极的目标跟价值 也会有一些执着跟预设 比如说我就是希望世界是怎么样 我就是希望人是怎么样 那当我带有这样子的预设来跟你谈这些哲学论题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好谈的 就变成是一种论战嘛 对不对 所以庄子他就透过妄言妄辩的一种进度 他去超越 也就是你看他又试图要去超越 那种就是相非相生的对立 然后最后依顺者万物天生的自然 反正我们就回到最本然的状态 然后希望可以达到道通为一的一种境界 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庄子他试图在做的这件事情 就是超越一些世俗间的一些争论 超越世俗间的一些限制嘛 好那接下来他说呢 在这个第三段时间他提到说 人类对于万物的指称 他并不是确定不变的 他并不是 他对于所有的指称跟名相 的执着跟否定就会让人陷入无穷无尽的回血 这就要什么意思 他就说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人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执着 为什么会有很多的一种 就是会被困在某些东西 就是因为我们会被某一些名相 被某一些名 某一些表象给困住 比如说我就是要追求什么 职位 我就是要追求考什么样的学校 我就是要追求别人怎么样对我 那我身为这个什么样的学生 我就应该要怎么样 也就是说这种种的这一些框架 其实都是一些表象 这些并非确定不变的 这些其实不只是指人 还包括所有的人事物都是 所以你会发现说 你所有的指称 你对于某些东西的称呼 对于某些要求 他会永远不变 他不会 他不可能永远不变 他一定会改变 所以我们现在称呼这个东西是这样 我们给他这个框架 给他这个目标 其实都不是他本身的状态 都是附加于上面的 所以庄子会认为 这边有提到 庄子会认为我们应该让所有的笔 跟词 所有的万物都能够依损本性 就他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应该就是要让他顺着这个本性 我们才能够保持一种心灵的真实跟自由 也就是说我不要再被这些名啊 然后呢所谓的指称啊 名向给框住 比如说你现在认为我怎么样 你认为这东西应该怎么样 那那个就是一个指称 那可是实际上他却可能不见得是那个样子 所以他就告诉你说 我们应该让这些东西 不要被这些外在的这些世俗的指称给困住 而能够顺着本性而行 那你看哦 要能够顺着本性而行 那基本上我们是不是就是要平等的去看待 每一个东西跟每件事情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要让这些动物顺着本性 我们要让这些生命顺着本性 我们要让这些物顺着本性 那我们就不能把它视为是我们的 我们的什么附属 或者我们的一些一些什么样的一个 的一些附带的东西 我们就是要尊重他 而他就是一个平等的存在 我们才能够就是用这样的角度顺 能够让他用这样的角度去看待 他能够顺着他的本性而行 所以我们才会提到说 基本上奇物论就是一种平等精神 跟破除自我内在中心的一个格局 所以你可以先把这段话抄在旁边 什么叫奇物 奇物他主张的就是万物奇异平等 所以你会发现 他会让人类从自我中心的局限能够提升 因为通常如果人用自我中心去看待所有的事情 看待别人 那别人 你等于也是给别人一个限制跟框架 那别人如果用自我中心来看待你 他也给你一个中心跟框架 那你们就会活在这一些彼此的一些框架当中 这些都不是你自己嘛 所以他就告诉你 好每个人都比你的 每个物都比你的 所以所有我们人 就应该从自我中心的局限能够提升 那我们要能够用万物都独特的这个角度去看待所有东西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破除我们自己心中的这个限制的时候 我们或许大家也可以不用被匡限在这些世俗的一个情况当中 我们也就可以慢慢的到达刚才上这影片我们所讲到的逍遥的境界嘛 所以其实为什么他会讲说起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在这个观点跟这样子的一个修养 它其实是在帮助我们能够到达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的一个过程 好那谈到起悟论这里面 其实我们就可以从起悟论里面我就引了一小段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段内容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段说明 所以请大家看一下五十一页的这一段文字 他说南国子齐引机而坐仰天而笑 那什么叫引机而坐 他其实就是靠在那个茶几旁边 然后就坐下来 然后他就仰天而笑 他就对着天啊 然后就仰天而须 他就缓缓的吐气这样子 那他吐气的这种状态呢 你看他说拔烟四上其 这个字念达 达就是相忘的意思 好像有点忘记了所有的情况 整个人好像超脱的那种状态 四你看拔烟是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四上其悟 这个悟是什么意思 这个悟指的就是他的肉体 那为什么会指他的肉体呢 你可以把这段话写在旁边 其实这个悟呢 庄子会认为人的肉体跟精神是一对的 那所以悟指的其实就是跟精神 跟神对立的那个躯体就是悟 所以上其悟就是好像连他的身体都不见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看南郭子齐他整个人的一个状态 已经到达了一种超脱躯体 那种忘我的感觉 就整个人好像已经有点超脱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这种情况呢 就被旁边的那个子游所看到了 他就立誓呼吸 他就说 何具乎怎么会这样 行固可始如稿木 他说你的整个身体好像就好像不见了 然后整个身体可以像稿木一样 那他提出一个疑问 他就说 那人的心固可始如死灰 那人的心也可以整个就是像死灰一样吗 对不对 因为他就观察到说 可是今天之隐机者 今天这一个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 好像跟过去那一个隐机者是不同人 非习之隐机者 好像是不同人 怎么会这样呢 那他就看到南郭子齐 整个人跟以前都不太一样 今天怎么看起来 好像达烟寺丧气 整个人好像非常非常的超越 然后整个身体好像跟形式分开那种状态 整个人已经忘我了 好 那这个时候郭子齐就回答他说 他就说 南郭子齐就回答他说呢 他说呢 眼不亦善乎 他说你问了一个好问题 对不对 他说而问之夜 好 这句话非常重要 这五个字起来的话 他说 今者无丧我 辱之之乎 来 无丧我 我 丧失了我自己 这句话的表面意义是这样 对不对 那请问 如果以庄子的思想来看 子齐他所说的 他的无丧我 他失去了他自己 是失去了什么样的自己 你看哦 你可以把它写上去 这个丧我指的是什么 就是他丧失了 偏执行骸的我 就是他那个 你看嘛 偏执 就是他可能会执着于他自己的身体 肉体 这种偏执于行骸的自己 他把他那种成见 把他对于行骸的这种追求 给去除了 那 所以他去除了我指的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他觉得他重生了 就是我 我把 我本来可能每天都关注我自己 在现世 在这个当下的 身体的感受跟反应 可是我现在 好 我现在追求精神的解脱 我追求精神的超越 所以我好像 那个 执着于过去的那个 我 已经不见了 我现在重新的 好像那种重生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说 这个丧我 其实就是屏除我指 对不对 把那个偏执于行骸的我 把它给去除了 所以整个人看起来那个状态 好像就不太一样 因为他整个心灵 精神是解脱的 对不对 好 接着他说 然后接下来他就提到说 乳闻人赖 而未闻地赖 乳闻地赖 而未闻天赖 他就用地赖 天赖跟人赖 这样子的概念来作为一个说明 这个赖就是声音嘛 对不对 好 那他就说 那怎么做 这接下来 执起就说 扶大块益气 这个大块是大地 大地呢 土气 就是风 对不对 其名为风 就是风 那是为无作 这个风呢 就是他紧 这个做就是兴起嘛 对不对 他就是没有兴起 他只要这个风起 就会万翘怒吼 就做的孔 都会怎么样 就会开始 就会开始就是 出现很多的声音嘛 对 就万翘怒吼嘛 对不对 好 接着他说 耳耳独不闻之 聊聊 就是 你就会听到那种风声嘛 对不对 好 接着 他就一问句嘛 你不会听到风声吗 他说 山林之 来 这个词 特别注意哦 这个是念吹 好 之为吹呢 就是呢 山林很高 高高低低 对不对 然后旁边又有一些 大木百围之窍 就是有一些很多树啊 围起来的那个洞穴 然后就很像鼻口耳 对不对 然后呢 就很像呢 鸡 就是那个柱头的荷木 就很像鼻 很像口 很像耳 很像鸡 很像圈 就 哇 你看 就是很像各种 不同类型的洞口 那风吹过去 比如说他吹过这个山林 他吹过这个山谷 他吹过这个河谷 他吹过这些地方 对不对 就会有不同的声音嘛 对不对 所以他说你看 鸡者 好者 岔者 吸者 叫者 好者 咬者 咬者 对不对 你看 他就会出现各种 不同类型的声音 就可能像 比如说像哭喊的声音啊 对不对 像吸东西的声音啊 像呼吸的声音啊 像哀怯的声音啊 等等的 所以你看 这些声音 这些都是形容声音 就是这些不同的声音 就因为风吹过不同的地方 然后就产生不同的声音 而且他就告诉你说 凌风则小鹤 飘风则大鹤 凌风是小风 就小的风 风小小的 那他的声音就小小的 风很大 然后呢 声音就很大 然后他说 立风济 则中翘为虚 这个济是停 就是大风停了 说我的洞 也没有发出声音了 对不对 就等于就安静了 然后呢 他就耳独 不见怎么样 支 条条支 调调户 就是那个 他就告诉你说呢 他就 到最后 你没有看到 树枝也还在摇曳摆动吗 风是有吹过的 对不对 好 那到这里 他到底讲这件事情 要干嘛 他为什么要特别去讲说 风吹过这些地方 会产生不同的声音 他其实就是 用这样子的概念来讲 地赖跟天赖的一个差 的一个声音 他就特别去讲到说 地赖 重翘 是 他说你看 地赖就是什么 就是风吹过 这一些重翘 翘就是洞 这一些洞 发出的声音 而人赖是什么 人的声音就是 人去吹 管销 吹乐器 发出的声音 对不对 那什么是天赖 天赖 特别注意 要这边有几句话说 使其自己也 嫌其自取 就是 他自己可能会 因为某些状态 他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且 这些声音 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你看 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他为什么讲到这里 你还是很困惑 为什么他要讲地赖 人赖跟天赖 这个概念 其实他想要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 人赖是什么 我们刚才讲过 就是笔足事 就是他吹 人吹音乐 所发出的声音 对不对 那这个声音 有没有客观的 有没有主观的一个言论 没有 他其实用来比 他用来比喻 其实人有时候说出来的话 他其实就是 没有主观言论的 成见的言论 就是很自然的 说出的声音 就是人自然 透过一些发声的方式 发出的声音 而地赖呢 就是风吹过孔洞 会发出的风声 而你要特别注意哦 这一些声音 这些天赖呢 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大自然的 所有的东西 他因为某些状况 发出属于 他自己的声音 所以这个天赖 我所写的就是 各种物 他因为自己的自然状态 而自明 就是他自己就 发出了一种 他自己属于自己的声音 而这种声音 基本上也是 自然而然的声音 那请问 人赖 地赖 天赖 这三者看起来 有什么共同点 这共同点都是 都是什么 共同点都是 他们都会自己 发出声音 而这些声音 会不会都一样 不会 可是他们共同点就是 都会发出 属于自己的声音 你看我 我吹了某个乐器 乐器就发出自己这个声音 我讲话 就是这个声音 风吹过这个东西 他自然就会有这个声音 今天这个东西 他自然就会发出这种声音 就是每一种东西 他都有他自然发出的声音 所以他从这个概念 其实他想告诉你 一件事情是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不管是地赖 天赖 还是人赖 这三赖 并没有不同 他共同点就是 大自然间的声响而已 不是吗 就是一个大自然当中的 一个声音而已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 其实都一样 那都一样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 就是把他们都看作 一样的情况 而那个一样就是 他们都有自然的声响 他们都能够依照自然 发展出属于他们的状态 所以你看 这是不是就带出了 奇悟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其实都一样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 前面这段话好了 我们看这段话 他提到说 奇悟论呢 他手段就透过 南国子奇跟自由的问答 提出了天赖 地赖人赖的不同 所谓的天赖 就是这一段话所写的 就是可以让万物 能够全服的 能够让全服的 去展现自身 所谓的天 就是天然 对不对 那这个天然的一个状态 就是天生万物的 自然面目 对不对 所以那个就是自然 我们强调的还是 那个万物自然的状态 那后来提到 南国子提到说 无散 我指的就是什么 透过主体功夫的修养 它不会让心思外持 而去无止境的追求 就是说 你不会让你自己 因为你的行骸所需 或各种 对于世俗万物的追求 无穷无尽 而是你能够回到你的内心 对不对 所以这地方的 我指的是人的诚心 它会随着言语 不断的向外追求 而我是人的超越主体 就是你能够回超越 这样子的一个诚心 去超越这个状态 然后让你的心 回复到最自然的 一种虚拎的状态 这就是奇物论的一种 功夫跟境界 也就是说 你所要追求的 其实就是这一种功夫 所以当我们今天 能够用奇物的观点 来看待 来看待这一些万物的时候 或者用这些观点 来看待自己 我们能够把一些 我们以人为本位的局限 跟成见 跟执着 把它打破 所有事情都一样 那基本上 我们就能够达到一个 更高的境界 我们才能够 让自己的精神 能够超越 能够逍遥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奇物的概念 它算是一个修养之道 也就是说 我们能够去让自己 具备这样子的观看 的一个观点 然后我们才能够让自己 有更高层次的一个提升 才不会被困在这里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说 奇物论 其实就是在肯定一切 人跟物的独特意义的 内容跟价值 所以不只是人 还有物 所有东西 只要你存在 它都有它独特的意义跟价值 它每一个发展 都有它自然 还有它应该要有的一个轨迹 而不是我们可以用 外在的这一些环境去决定这一些事情 所以其实这就是奇物论当中 它想要传达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OK 好 那这支影片就先讲到这里咯 那下支影片我们就继续往下看 那记得哦 读完了奇物论 要把奇物论学到的东西 把它写在笔记单上面咯 好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